在27万年前的M78星球上 住着一群与地球人外貌极为相似的人 有一天他们的太阳突然爆炸了 不知在黑暗中度过了多久 M78星球的科学家终于造出了人工太阳 等离子火花塔发出了光亮照耀星球的每个地方 M78从此诞生了光之国 这种强大的光赋予着他们新的力量 把他们都进化成了超人 这群人被地球人称之为奥特曼 奥特星人体验着光之能量保卫着全宇宙的和平 没事就在宇宙中刷刷小怪下定经验 连小奥特星人也要接受严格的格斗训练 然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度贪难能量的家伙 他企图将等离子火花塔据为己有 当他触碰光时 发现光的能量远超越了他的承受极限 最终他被驱逐出光之国 在宇宙的尽头遇到了魔王雷布拉德 雷布拉德是什么人呢 他们能操纵宇宙中的怪兽大军搞破坏 现在的大魔王已经只剩下了灵魂 光明的奥特曼 就要和黑暗的魔王结下契约 一个叫贝利亚的黑暗奥特战士 不幸诞生了 这把叫千兆格斗仪的武器 能同时控制100只怪兽战斗 贝利亚带着怪兽群向光之国发起了复仇 马力奥特之母肯奥特之父都不是他的对手 等到奥特之王亲自上场 才将贝利亚送入小黑屋魔方 让他永远待在宇宙监狱不能重见光明 当然战斗仪也被封印在火之谷 就这样平静了过去了27万年 这天一个奥特曼飞到了宇宙监狱 他骗过看事小兵手持千兆战斗仪打开了监狱的大门 原来这奥特曼是怪兽假装的 沉睡的贝利亚觉醒还没等小弟说一起统治宇宙 就被贝利亚一棒子拍死 随后奥特曼警卫队签了阻截 然而并没什么用 当贝利亚抓着泰罗重回光之国时 奥特曼家族全体对抗 这些个个当过主角的英雄 在贝利亚面前就案成了龙套 这设定实在有点过头 贝利亚四处搞破坏 搞完破坏继续抢等离子火花塔 昔日的光之国失去了光之能量之后 仿佛回到了27万年前的黑暗与寒冷中 贝利亚离开之后 泰罗在被冰冻之前 用生命守护了最后一丝残存的光 在外作战的孟比优斯 听到了光之国的求救 初代奥特曼要孟比优斯去找一个叫雷的人类 此时的人类就厉害了 他们已经掌握了宇宙远航的技术 没事就去开发科兴的星球 或者和怪兽打打架 其中有一个叫雷的人类 能操控宠物怪兽与邪恶怪兽作战 与召唤奥特曼的人间体很是类似 这时孟比优斯终于找到了雷 带着雷离开盘罗号 在光束中雷看到了邪恶的贝利亚 孟比优斯变成人间体 告诉着雷 他是唯一拥有雷布拉德星人 遗传基因的人 这也就是他能召唤怪兽的原因 整个宇宙能打贝利亚的只有雷 这边贝利亚拿着等离子光束 拿到了怪兽坟场 利用战斗仪 从地狱召唤所有的怪兽亡灵复活 重新组建了一只怪兽军团 初代奥特曼 还有赛文奥特曼 最先发现怪兽军团 不过他们现在 没光之能量 已经没法变成奥特曼战斗 竟然在太罗这里 获得了残存的等离子光 这是唯一的变身机会 一旦失败 整个光之国就彻底完蛋 在怪兽坟场 贝利亚释放了100只怪兽出来咬人 这密密麻麻的怪兽 竟然完全不是怪兽群的对手 大拿路过时 也带着盘罗号 前往怪兽坟场作战 战斗到最后 赛文丢出牌上的飞镖 朝着K76星球飞去 希望儿子能回来救人 在K76星球 赛罗正带着铠甲 接受改造 心高气傲的他 当初也想去触碰光之塔 结果被当成小偷 关在K76改造 现在每天穿着铠甲 接受被揍 投标飞来时 奥特之王感应到了赛文的 求着信号 赛罗这时才知道 赛文是他老爹 在赛文能量耗尽时 赛罗终于来到了坟场 看见老爹死去 悲愤之情 化作战斗力 拿出头上的双头飞镖 这小怪兽 全都成了肉靶子 一百只小怪兽 被削掉之后 贝利亚亲自出马 和赛罗单挑 刚才消战的贝利亚 瞬间不是赛罗的对手 赛罗将飞镖放在胸口 发出强大的光束 把贝利亚设得后心粮 最后尸体都丢到了岩浆里 这这么玩的吗 当然没有 贝利亚在地狱 再次召唤了死去的怪兽亡灵 无数怪兽亡灵 组成了一只 无比强悍的怪兽魔王 奥特曼们连名字 都没法给他取 别说打怪兽 就算耗尽这家伙 都不可能 一个一个奥特曼 被他握在手里玩弄 等怪兽魔王 也发出光束 所有奥特曼全军覆没 这时雷突然想到 既然贝利亚能控制怪兽 那他也能控制怪兽 雷用召唤术 召集合体的怪兽 怪兽王身上 一百只小怪兽 开始的骚乱 赛罗趁着这时 吸烧旁边等离子火花的能量 将头标和神圣之光 组成了新的武器 最终贝利亚被飞标 终结 怪兽的身体也瞬间爆炸 毫无疑问 赛罗被设定成了最强奥特曼 只是不知道 他和奥特之王哪个厉害 赛罗带着等离子光束 回到光之国 拯救着所有被冰冻的奥特行人 光之能量 如若没有的正义 那将成为黑暗之源 作为一部奥特曼 大集结的电影 要认出所有奥特曼真的不容易 另外说一下 赛罗最后也复活了 父子两人 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每天不小心 欢迎来自关注西瓜克林 本著名来源 奥特曼的宇宙英雄之超银河传说